哈喽小可爱们,今天带来用牙膏自制网格泥的方法 牙膏做出来的网格泥手感超柔软 老花效果超棒,轻轻一拉就可以拉出一盆花 还可以发出清脆响亮的扎耳朵声音哟 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哟 开始教程,拿出我们的主角牙膏 挤入一丢丢牙膏到小盒子里 可以使用家里过期的牙膏哦 倒入一丢丢清水,勺子搅拌混合 把牙膏充分溶解在水里 这里的牙膏任一排子都是可以的 搅拌的差不多之后,然后盖上盖子 开启疯狂的摇晃模式 直到摇晃出丰富细腻的泡沫 没有泡沫的小可爱可以用这种方法自制泡沫哟 然后厨房拿来使用小苏打 加入两小勺,这里不要加苏打水哦 苏打水的浓度不够 然后进入隐形眼镜护里叶溶液 最后用勺子搅拌几下,溶液混合均匀 然后把做好的溶液放置一边备用 用取一个大一点的盒子来 倒入适量的胶水 然后把调好的溶液少量多做的加到胶水里 注意不要一次加入太多哦 勺子轻轻搅拌 刚开始的时候胶水没有任何反应 直到搅拌出奶油状态之后 然后再次倒入少量的牙膏泡沫溶液 然后接着搅拌会发现胶水有一点开始凝结了 已经开始出现泡沫的状态了 继续倒入牙膏泡沫溶液 勺子再搅拌几下 牙膏做出来的网格泥基本就成型了 最后用手来不断的拉伸揉捏 把碗里的泡沫都揉到牙膏泥里去 用牙膏做泥需要小可爱们多一点耐心 需要比其他的泥更多的搅拌次数 最后第几几几蓝色色素 牙膏网格泥就做好了 手感特别柔软 轻轻一拉就可以拉出一层薄薄的残丝状态 而且不会破 小小告诉你 牙膏泥又不仅能当网格泥玩 放置盒子里静置 还会出现一层脱厚的棉花哟 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玩的一款泥呢 小可爱们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看哟 今天的脑筋急转弯 什么事情中一只眼闭一只眼闭就好呢 全民去留言答案 喜欢记得关注转发哟